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了解在使用CF500与CF510的芯片时打印耗材色系列的方法 下面我们以M254DW有显示屏幕的打印机与M154A5显示屏幕的打印机为例 一,我们首先以M254DW有显示屏幕的打印机为例 在机器就绪状态,屏幕上点击设置,进入设置菜单,点击报告,点击耗材状态 打印出来的就是耗材状态页,上面有对应的KCMY每个粉合的详细信息 芯片型号、碳粉容量、打印页数等等 对应的进度条显示为满格状态,就代表这是一个全新的芯片 二,M154A5显示屏幕的打印机需要在电脑端进行操作打印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详细的操作方法 首先,打印机连接电脑后 电脑端需在汇补官网下载并安装汇补全功能版本驱动 机器就绪状态,屏幕上点击设置,进入设置菜单 点击报告,点击耗材状态 打印出来的就是耗材状态页 芯片有相关问题找精英答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将积极地帮你解决 就是不 믿了 说不不懂 就是不太 我们温柱 如何 明十算